即即诸有情 即可病死者 本为他有情 致舍多生命 本为正法故 舍多骨皮血 本为正法故 舍多骨血皮 弃舍自安乐 悲悯诸有情 专为诸有情 情修断货王 善护余六根 横远离诸域 官有为无常 苦空无我性 诸苦也增长 皆贪爱为应 故先于六根 永断诸贪欲 苦先于六根 永断诸贪欲 苦于有情界 常安诸大悲 苦于有情界 常安诸大悲 虽得圣菩提 而不舍本愿 虽得圣菩提 而不舍本愿 虽见诸有情 逼切再重苦 虽见诸有情 逼切再重苦 虽起情精进 勇猛而计拔 虽起情精进 勇猛而计拔 令情修施戒 忍静定般若 令情修施戒 忍静定般若 如母于义子 慈心而养育 如母于义子 慈心而养育 本于有情类 常驻普慈心 本于有情类 常驻普慈心 故树正菩提 度脱无量众 故树正菩提 度脱无量众 本修菩提行 无不畏众生 本修菩提行 无不畏众生 故经于有情 不舍于六度 故经于有情 不舍于六度 习常于末世 求无上菩提 习常于末世 求无上菩提 精环末世中 速成无上菩提 精环末世中 速成无上菩提 调伏诸恶剑 天龙人要叉 调伏诸恶剑 天龙人要叉 安住能断破 如金刚圣道 安住能断破 如金刚圣道 受无量有情 得胜菩提记 受无量有情 得胜菩提记 臣应共导手 最上良福田 臣应共导手 最上良福田 世尊无等吕 普复诸群生 世尊无等吕 普复诸群生 无量大明文 充满十方界 无量大明文 充满十方界 世故诸菩萨 未成就几世 贤共来皈依 大魔尼足下 闻所说妙法 皆生欢喜心 起真上正情 修习菩提行 由导师法力 皆恕正菩提 由导师法力 皆恕正菩提 故经者导师 大极未成有 十三兆药叉 横担诸血肉 皆舍诸恶叶 竖去大菩提 皆舍诸恶叶 竖去大菩提 有得圣种词 安忍及净律 有得圣种词 安忍及净律 有永静诸漏 应共世间尊 有永静诸漏 应共世间尊 有修世无量 有助世设法 有得四变财 有安住顺人 有得四变财 有安住顺人 有得四变财 有安住顺人 有得见行定 有得妙慧眼 有得见行定 有得妙慧眼 有助无生人 皆有导师力 有助无生人 皆有导师力 世尊大威德 吹灭众魔怨 世尊大威德 吹灭众魔怨 降服诸外道九十五亿类 降服诸外道九十五亿类 进地狱旁生 饿鬼飞天去 进地狱旁生 饿鬼飞天去 故真实有情 贤规尊足下 故真实有情 贤规尊足下 经者习刀兵 疾病 疾病 疾景节 经者习刀兵 疾病 疾景节 度迷失正道 盲明诸有情 度迷失正道 盲明诸有情 诸烦恿恼狂乱 皆王极灭道 故我舍诸缘 来敬礼尊足 无边诸佛徒 现在诸导师 闲广赞世尊 闻者皆来此 闲广赞世尊 闻者皆来此 我闻遍之海 真实得无边 我闻遍之海 真实得无边 度脱诸友情 心欢喜敬礼 度脱诸友情 心欢喜敬礼 尘修无量福 经得理尊主 愿无量节中 尘修多供养 我经学世尊 发如是誓愿 当于此会土 得无上福体 当于此会土 得无上福体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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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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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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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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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 讲经倒数第二天 因为明天要供灯 然后又要讲经 又要回答问题 所以我今天在这次讲座 教最后一个常观 观想地藏菩萨 在你的头额前方 各位可以看幻灯片 有些人习惯要观 这个五方佛的地藏宝贯 因为他觉得观五方佛呢 很庄严 很殊胜 很稀有 所以你可以观想 五方佛的地藏菩萨 他的右手拿西藏 左手拿摩尼宝珠 前身放金色的光芒 片照十方法界 当然他是现身文像 有些众生会习惯观 观就是光头的 因为他觉得比较单纯 比较清静 所以他比较能够观想得起来 都可以 你待会观你自己供的地藏菩萨 也可以 不但是木雕的 石头的 画像的 但是要有一个重点 就是观他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没有真实的实体 好 有一个脸友问我 师父 我不太容易观想得起来 而且我心崩得很紧 我觉得什么都没有 听好 观想是需要练习的 因为你从来无量节都没有练习过 你从来大部分的时间 从你今生的学习佛法 大部分就是诵经 拜餐 做法会 然后听经 文法 你没有真的很认真的去学习过禅观 所以对你来讲会比较陌生 但是并不代表你观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佛性 你没有佛性 你就不会欢喜来听经 下的大雨你也会欢喜来 对不对 所以有些联友从静明佛学社 六天到现在 全程都出席 很好 师父也是全程出席 我从来没有缺习过 甚至有时候我会喝很累 或是我感冒 对不对 我不太舒服 我一样还是深座 深了座以后 你看我就深入红中 对不对 所以我也没有缺习 所以我很感谢各位 但是师父要鼓励你 观想要练习 注意听 观想的重点是要很专注 心很宁静 然后很清楚 我再讲一遍 观想的重点背起来 不用写 很专注 很宁静 很清楚 观想不是说 我现在一观修解地藏菩萨 就出现了 你看我修得很好 不是 这个不是观想的意思 观想不是要去求出 辨出什么 或看到什么 你这样的发心的话 是不太清净跟正确 观想是要训练我们的心 它很专注 很宁静 又很清楚 叫明静而住 这个才是重点 举个例子 我现在眼前看粉红色的玫瑰花 对不起 有借一下一朵花 常常借你们花 你看 你观看这里的时候 你就很清楚 你不会说我看粉红色 糟糕它变黄色 那你可能有色盲 要看医生 或是说 你观的时候太用力了 突然玫瑰花就越来越靠近 然后靠近 它就撞到你了 那你觉得被刺到 这个是你的心 绷得太紧了 假如我看着玫瑰花 我想 待会儿师傅讲完经 我一定要去给浪 吃一下榴莲 今天太辛苦工作了 那你看你的念头就饱掉 眼睛虽然在玫瑰花 可是你的心已经跑了 所以 你要训练自己的心 是很专注在这里 所以你不用抓着玫瑰花 知道吗 所以观想不是说 我要很清楚很用力 不是 你就要把心放在那里 你很清楚我心在这里 接下来你会发现 因为无量节的习性 它心就会跑 就会有很多念头 就想了我晚上吃了那个果条 真好吃 我真想再吃一碗 明天又要上班 真讨厌 你看 你就念头开始跑了 没关系 眼睛呢 再看一下 然后它又回来了玫瑰花 刚开始一定很短 听好 凡夫不会超过三秒钟的 心一定跑来跑去 重点是什么 它跑来跑去的时候 你很清楚 想到榴莲的时候 你很清楚 想到明天工作 你很清楚 但是你知道你的念头在哪里 注意听 这很重要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你的念头一定会有一个 能观的所缘境 所以师父所缘境会换很多 因为每一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简单说 就有人喜欢吃 包子 馒头 蒸饺 锅贴 水饺 通通都是面食 但是都可以修持 面食通通都有营养 那观酒的有什么好处呢 注意听 观酒你心就会很宁静 你会发现你自己 身体放松了 肩膀放松了 望远也比较少了 慢慢来 到最后你 你真正观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 你刚开始觉得 有玫瑰花跟身体 最后你慢慢会感觉呢 这两个呢 是融成一体的 事实上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你清静的念头 刚开始你会觉得两个 好像我现在 对不对 师父呢 讲经的 能讲经的是新红诗 我现在外面的是玫瑰花 可是你真的观酒了 你训练你会发现 原来事实的真相 玫瑰花就是我 我就是玫瑰花 真的只有一个心 那就就功夫你 恭喜你呢 你的心能够控制 这叫心一静性 心跟静合而为一 事实的真相 我们生生日轮回的呢 自信心静心 是心一静性的 但是呢 你不修行的话呢 你嘴巴讲破了 你用科学方法去分析了 你不从心理去训练的话 你永远玫瑰花归玫瑰花 你归你 对不对 那这样你就会很苦 因为你控制不了 自己的念头 了解吗 好 接下来 为什么要观地藏菩萨 前几天我都教观你的心 心是明明朗朗的 我们有佛性 可是呢 因为我们无量节 心就像镜子一样 造了很多恶业 杀到淫忘酒 所以我们镜子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灰尘 虽然我自己想要修行 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当镜子肮脏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要拿抹布来擦呀 你要拿这个肮脏的东西 来刮上面的灰尘 拿外面的抹布或是刷子来擦 这就是要仰仗外力 外力就是什么 佛力跟法力 所以为什么我们观想的时候 观想佛菩萨 因为佛菩萨是圣者 你观想他的三十二项的时候 他就会放光加持你 虽然看不到 但是他是存在的 他是发生的 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 你很无助的时候 你应该观想 地藏菩萨或观音菩萨 就像万丈光芒 柔和的太阳一样 就照着你 假如你不念佛 不念咒也可以 但是你要仰仗佛力 来观想你 那当然讲到深一点 这个佛从哪里来 也是你自信的大愿地藏心 可是你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呢 你手上就没有习葬 也没有摩尼珠 所以你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事情 所以你要透过外力 佛力跟法力的加持 才能够转化你的心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心就像门一样 门被关住了 你怎么撞它 它是不会开的 但是你若找对了钥匙 啪啪门就开了 观想就是开启你自心的一把钥匙 南传有南传的残观 就是属席观 不敬观 地片处 水片处 十六种片处 很多很多的 寿相应 念相应 有很多很多的观法 大称也有很多观法 观佛 菩萨 莲花 日轮 月轮 净土 乃至于空性 乃至于一切的观法 金刚称也有观 上师 本尊 护法 可见观法有很多很多种 因为你心 所缘的东西不同 答案你得到了结果不一样 这是说明 为什么今天要教观地藏菩萨 有时候呢 你会想 师父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嘛 可是问题你升起不了这个力量 了解吗 你要找到呢 门的钥匙 你才能够打开门 成观 就是开启自信的 宝藏的钥匙之门 好 现在背挺直 身体放松 看在你喜欢观哪一尊都可以 有些人习惯是观 有五方佛保观的地藏菩萨也可以 有人喜欢观呢 这个没有保观的也可以 你也可以观你自己家里 或是你平常供的地藏王菩萨 然后供的时候 静坐以后 心里念咒 或念地藏圣号 观想外面的呢 地藏菩萨在头额前方 就像太阳一样 一直照着你 慢慢地照着你 然后你心里念咒 嘴巴不要动 心里念 若念头跑掉了 就再回来 这样静坐几分钟 请开始 静坐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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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眼睛请不要闭起来 不然你会睡着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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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的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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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媳妇担心完了 担心谁 孙子 孙子完了担心什么 真孙 真孙完了以后 真正孙 天哪 你哪一天才会放下 答案是 你若不觉悟 永远放不下 觉悟要从内心里 注意听 觉悟不是不负责任 师父没有叫你不要照顾家 你不要一听完经历 好了 老公老婆 我们明天就离婚 我可没这么做 我叫你是要照顾你的太太小孩 但你心中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就像刚才 我看清楚玫瑰花 但我不要抓着它 玫瑰花的刺会刺到你的 知道吗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学佛解脱是从在这里 所以呢 好 然后呢 担心孙子 你一直担心 担心到最后呢 别人担心完了以后 就担心自己 哎呀 我老了 老了以后就担心呢 哎呀 不行了 没力了 什么东西呢 都要慢一点 对不对 然后不像年轻这样活蹦乱跳 接下来老的时候就这里病痛多 那里病痛多 这里要补 那里要补 就越补越大洞 所以一排的药灌 对不对 燕窝 什么补品都有 最后你担心什么 怕死 每一个人都怕死 你如果不修行的话 真的都怕死 对不对 哎呀 死了以后要去哪里 你知道吗 还有人呢 今天跟我讲 师父我还担心我死了以后 我财产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就供养三宝 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不是做慈善事业 你担心太多 所以你发觉 你从你断气开始 小娃娃还不知道 等你长大 认识了这个世界以后 好的你喜欢接受 不好的你讨厌以后 其实你一辈子都在 恐惧不安当中 你从来心 没有真正宁静过一次 了解吗 所以学习佛法很重要 因为它让你在生命中 找到呢 就是依止的灯塔 就像在茫茫大海中 让你乘坐的一艘法船 最后你透过修戒定会的时候 你了解佛法的道理 先从身性因果反省自己 你走到哪里 心中有法的时候 你就会得无所谓 走到哪里都不会恐怖 再讲一个丑陋的例子给你听 我以前没有学佛之前 也很怕鬼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鬼是什么 我们讲的鬼呢 就是像电影养的青面獠牙 对不对 我来见你了 对不对 我们都会怕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然后我们也不了解 它住的世界 你也不知道说 我来的时候 这个鬼到底是要伤害我 还是恐惧 还是要有其他的目的 这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你会怕鬼 因为你不了解 假如你听到佛法六道众生 鬼也是从人头胎 而造恶业受苦的 那你知道 那你就知道六道的众生 都是跟我们一样 都有佛性的 那你就会升起大悲心 你就有勇气去面对 去处理 而不是逃避 这就是没有得无所谓 第二个 举个例子 你现在去医院 去紧急医院 Emergency Department 在这个加护病房里面 你赶着去看你的亲朋好友 你当然也会紧张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他的病情变得怎么样 甚至你觉得 他的生病是 Out of Control 就是超越你的控制范围 你甚至不知道 他还可以活多久 或是他看着身心都很痛苦 所以你心中会担忧 可是假如你了解了佛法 因缘果报 你心会很宁静 宁静的意思说 我想尽办法 关心你 鼓励你 改变你的业力 这个才是真正要做的 还有 透过医学 医疗的配合 尽量帮助他 治疗他身体上的疾病 那这样子的话 你心就不会过度操心 操心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关心众生 但是真正的得无所谓的时候 他是心非常宁静 再讲了更深一点 注意听 得无所谓的是 佛正到了神通 看到过去 现在未来的因果 所以任何佛弟子 来问佛的时候 佛的心都是充满了 慈心三昧跟悲心三昧 佛不会慌慌张张的 佛讲自己的故事 或讲别人的因缘的时候 佛的心都是非常宁静的 这叫得无所谓 所以这三个呢 请做个记号 这也是你修禅定力 乃至于修地藏法门 会特别得到这三种力量 当然不是说修其他法门没有 但是地藏法门 会让你特别得到这三种 得安影柱 得无惊恐 得无所谓 所以像忧郁症 或会恐惧自杀的人 其实你真的可以劝他 拜地藏菩萨 跟念地藏圣号 那这一段经文呢 在后面呢 他会一直重复过 每一轮的最后一段 他都会重复这一段 得安影柱 得无经步 惊恐 得无所谓 所以请你画一个记号 这三句很重要 接下来 释迦摩尼佛讲 我自称我自己处在大仙尊位 这里的大仙尊位呢 是指仙 是指尊贵的意思 修行人 你不要又说 你看师父 我又找到证据 佛教跟道教有关 这里就写个大仙尊位 可能是大白公吧 不是 这是指 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讲 圣人叫做大仙人 而且佛事先八项成道 就可以转法轮 甚至佛可以降服天魔外道 而且破斥一切邪论 催灭一切众生 所有类的烦恼 那个烦恼像什么呢 坚固像金刚一样 很难破坏 可是佛有功德力 破除众生的烦恼 佛凭什么功德力呢 凭戒定慧的功德力 随一切众生所喜欢的 或好要的 他会满他的愿 然后用戒定慧的功德力 满一切众生 善巧引导教化 让他安置在一切的有力众生 最后两句话起来 请看幻灯片 另一切三称的众生 震入到不退转的果位 三称是声闻 圆觉跟菩萨 三称的圣人 都能够震到最后 生生世世不退转的位置 接下来看几二别显 丙一第一佛轮分二 丁一君未虚无 成就亡轮分五 先请看 对 先看幻灯片 好了 好 这五个是什么 第一个 乱世征兆无限 就是末法实在 佛曾经讲 从众生业的角度来讲 有正法 有相法 有末法 正法在的时候 圣地只要一听佛法 就立刻会正果 这叫正法 相法呢 就佛灭度以后 大部分人都是造相 做功德 大量地造舍利塔 佛像 然后拜佛像 因为大家很想念佛陀 那还是有广大的福报跟功德 到了进入末法时代 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代 法运大概一万年 一万年的时候 这时候众生 就非常非常的苦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然后末法是一万年 所以我们现在离佛有多久啊 大概佛历两千五百多年 对不对 有些人说是两千六百多年 没关系 因为印度的历史不是很真准 两千五百多年的话 那事实上第一个一千年 跟第二个一千年已经过了 事实上我们是进入末法的 第一个五百年或一千年 这时候末法 所谓叫末法 就是众生啊 心啊 贪嗔之很赤胜 外道的邪见很强 而且 这个众生造了很多恶业 所以善知识也很少 所以这叫末法时代 听好 末法时代不等于末世思想 基督教天主教都有讲 对不对 地球世界末日来了 This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世界末日 上帝会审判 请你赶快呢 相信上帝就回归天国 佛教没有这个思想 释迦牟尼佛不能决定你的生命的 是你自己的业 决定你自己的生命的 所以末法思想是指说 外在的大环境啊 正法比较少 善知识比较少 众生呢 听 骗你的比较多 劝你呢 你都不相信 所以众生的 那你会说 为什么师父众生这么苦呢 因为他造恶业 神神世世造 沙盗淫妄久的 违反五戒十善的这个恶业 造的很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 简单的讲 就坏朋友比好朋友多 那三宝呢 佛门里面也会很复杂 所以这叫末法时代 但是注意听 并不是说末法时代就不能修 假如末法时代 你心中有正法的话 众生越苦啊 你修持的功德力呢 大悲愿力会越强 末法时代 注意听 也是有更多的佛菩萨来 尤其呢 举一个例子 在十方诸佛里面 文殊势力菩萨的愿力就非常大 越是末法时代 他越会道驾此行 广度众生 让正法住世更久 所以末法时代 还是有善知识 但是恶知识比较多 所以你要去选择 不论在家出家 佛门外有很多恶知识 佛门内里面也有很多恶友 什么叫恶友呢 他的知见不太正确 动不动就告诉你 不要发菩提心啦 动不动就告诉你 修行很苦的啦 对不对 你放弃吧 这些违反菩提心的 这些教法跟六度波罗蜜 那就是魔 所以释迦摩尼佛说 我也是末法时代 有很多人讲的佛法 叫做相似佛法 就听起来是佛法 可是事实上不是所法 它是人间的善法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佛法呢 会让你断烦恼 而且你的心会清净 你会从内心里 真正去修界定位 现在呢 全世界都有很多 各种佛教人才 师父也发现呢 因为资讯网路 所以有很多人也会用时代 新时代用很多科技 帮助众生 很好 可是我也发现 有一类的人 喜欢拿佛教的一些东西 再来跟世间的东西结合 然后呢 讲起来好像很好听 其实那都是相似佛法多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把佛法的教材 拿来跟世间的学问结合 然后继续讲一些演讲 但你听得很精彩 但是你听完以后会发觉 其实对你烦恼啊 没有很大的改变 真正的有力量 是会转变你的 身口意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叫做物一 看幻灯片 乱世征兆呢 就会很多 天灾地震 人祸战争 疾病 有很多很多 人与人之间呢 也有很多的斗争 而且不相信 再看物二 邪见赤圣片满 而且到处很多人讲的都是什么 是是而非的 他不一定有恶意 但是讲来讲去呢 就是呢 都是是是而非的 就像举一个例子 不要介意 我讲过 佛教没有还宴的思想 所以像司马路观音庙呢 你拜准提菩萨 你还还很大的金牌 其实那是民间宗教的信仰 金牌最后谁拿走呢 寺庙管理员 所以呢 这个不是佛教的思想 这是民间宗教的思想 当然这个还不是坏事 你还会拜司马路观音庙 准提菩萨的确也很慈悲 接受你的顶礼 对不对 可是越来到最后 就告诉你 有邪见 怎么说邪见呢 举个例子 杀众生 你也可以度他 哇 那就真的很可怕了 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我突然又想到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人 他就是听到外道的邪见 跟他说 他杀一千个人 就可以升天 当大饭天王 结果他相信了 因为他的恶业 跟这个外道的恶知识 很相信 结果呢 他就一直杀 大人也杀 小孩子也杀 想尽办法杀 他杀到999位 后来呢 那个黑色的鬼神 就现前说 你非常好 你将来会做 黑色世界的魔王 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人 最后你一定要杀 就圆满一千个 谁呢 你妈妈 亲自把他头 斩了给我吧 他说怎么可以 我妈妈生我养我 他说你妈妈也会死啊 早死跟晚死 你把骷髅头拿来 不是很好吗 他非常犹豫 他非常的挣扎 平常杀别人 他还可以下得了手 虽然他也狠狠 今天竟然要圆满 一千个骷髅头 因为他骷髅头 去把头全部串起来 然后念中呢 才变成他的 这个黑色净土 就定一千个 竟然要杀他谁 杀他老妈 这时候佛入定了 佛知道呢 这个人造了很多恶业 可是这个时候啊 佛陀也知道 他得度的机会到了 佛呢 就先划线一个老人家 然后呢 走到他家面前 就说 哎呀 天地变了 天地变了 现代人啊 竟然有不孝 为了世俗的利益 连自己的妈妈都肯杀 就像一个老太婆 翠翠念 菜翠念 就在他面前 天地变了 天地变了 现在时代不一样啊 连自己的老妈都可以杀 就像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就在他面前念 那他听到以后很难过 他说真的 我连畜生都不如 为了圆满我自己的愿望 结果我老妈 我真的下得了手吗 这时候注意听 他心中啊 就正念跟善念 都这样子交战 恶念就像那黑色魔王一样 杀吧 没问题的 老妈 对不对 不管活多久 早死晚死都要死 死的不同方法 其实你早一点 让妈妈离苦得了 正念就跟他想 不可以 百善孝为先 妈妈教我 养我 育我 那种恩德 我怎么可以杀得了呢 然后另外一个 嘿嘿嘿 没关系 你杀了他 杀了他你当魔王 你将来可以统治世界 你还可以救度你妈妈 就这样 正念跟恶念 这时候交战 这时候 突然那个 翠翠念翠翠念的 这个老太婆 就敲他的门 然后他一打开门的时候 佛就放光现身了 就叫他的名字 善男子 杀妈妈 是过去 现在 未来 最重的恶业 佛叫现神通 跟他讲 假如你杀妈妈 你就会定入 刀山地狱 生生世世 都不能出三恶道 他看到了这个 就吓到了 因为佛现神通 给他看 他说假如你做 你就会进入地狱 但佛也用另外一只手 献了神通 跟他讲 假如你忏悔 你好好修行 你将来会成为圣人 这时候 佛就好像给他看 两个录影带一样 看到了 最后他真的有善根 就在佛前面 放声大哭 他忏悔 他忏悔自己 杀了999位 然后他不杀他的妈妈 然后佛说 善男子 善男子 你来学习佛法吧 最后他就跟佛出家 然后就修持 可是因为他过去 杀了很多恶业 所以他的病痛非常多 他只要一用功 障碍就很多 但佛教他修 慈心三昧入定 所以他的障碍 就慢慢占除 他修得很精进 但是因为业力很重 经过了好几年 他才挣了阿罗汉果 挣了阿罗汉果以后 他第一个就回来 度他的妈妈 这个就叫做 邪见赤胜遍满 我再说一下 听说 我不是很清楚 听说中国大陆 现在有一个叫 环英寨的 因为文革的时候 因为历史的因素 很多人造了很多恶业 造了恶业以后 然后到了佛门里面 大家都知道 要灿除业障 可是有些人 有不正当的动机 还有恋财的心理 就告诉你 来呀来呀来呀 你的业障很深重 看你满头黑黑的 来来消灾牌位 多少钱多少钱 这个呢 你供个呢 是颤除你多生多结的业障 这个又是多少钱 其实都是骗钱财的 那还有一种是告诉他 来你也来 颤除业障最快的方法 听说是什么呢 就是呢 你要念大悲神咒 然后呢 你也要念往生神咒 可是最后呢 一步步骤呢 你要拿一个刀子 杀众生的血 把血滴在那个牌位上 才会有效的 各位 听到毛骨总人吧 那哪是佛法 大悲观世音葡萄 一样哦 他念往生咒 一定大悲神咒 然后回向 回向的时候 可是要每一个人 都拿刀子杀动物的血 然后滴在上面 就好像斩鸡头一样 有没有 斩鸡头 然后血淋在那边 才会有效 你想 你目的是要超度众生 救度众生 最后一步 怎么会是 要你拿刀子杀众生 滴他的血 才会有效呢 那是魔 他也叫你念普门品 也叫你念金刚经 也叫你念阿弥陀经 可是呢 一点点的地方 你是无法判断的 所以就像佛经讲 斜剑赤圣 就像什么呢 一杯牛奶 滴进一滴 非常低的毒 搅一搅的时候 整杯牛奶 都是毒 了解吗 各位遇到这里 这是很可怕的 真的很可怕 师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也吓了一跳 这个哪是正法 而且末法时代这种 越来越多 奇奇怪怪的很多 因为他告诉你 快速 而且呢 甚至呢 你不相信的时候 他跟你讲 来我教你 来这边水喝下去 回去做个梦呢 你就会看到你过去 现在未来 就会让你相信 所以以前过来高僧说 和尚不作怪 信徒不来拜 阿弥陀佛 这是中国高僧说的 这是说的 不太如法的和尚 师父绝对不会做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怕地狱 我不想去地狱 做任何事情 佛教徒在家出家 你要相信因果 对不对 什么东西 你真的要谨慎自己 你既然学佛 用掉你所有的生命 来学习 你要按照佛的道理去做 实善业道 我绝对不做这种事 为什么 表面你可以得到 战时的利益 或许你信徒非常多 妙很多 将来修一修 全部去地狱了 不是去极乐净土的 因果是丝毫不少 所以注意听 凡事违反 五戒十善的邪见 你都不要相信 他有神通献给你 你也讲 神通敌不过业力 又怎么样 你要有勇气 你也不要怕 你心中念 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 他伤害不了你的 因为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他有神通 他会放光加持你的 所以未来时代 注意听 邪恶的力量 会越来越多 正法的力量 会越来越来弱 所以众生都是听骗 不听劝 骗你 用一些招数来骗你 快快要来 那你都会相信 劝苦口婆心 要教你 诵经 念佛 忏悔 不失 你就觉得 还有那么慢 对不对 所以苦口婆心 劝你的时候 你还要跟师父辩 还有没有 discount discount and more discount 打折再打折 所以未来时代 什么叫正法 什么要写法 你要用佛经去判断 这是师父真心说的 假如你无法判断 那你就念 地藏圣号 或观音圣号 好 这样子 那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可以试 我想最近 观音跟地藏 会非常非常的忙 因为我教你很多方法 都是要去求他的 假如你碰到了 这个善知识 不管是出家中 是真的跟假的 我在家居士跟他讲 他是佛菩萨化身 修得多好 多好 你真的无法判断 念观音菩萨 或念地藏菩萨 连续念二十一天 栽见目语 虔诚的求 佛菩萨弟子很愚痴 我没有智慧判断 过去现在未来 我都不知道 可是我相信你 请你在梦中 为我说法 告诉我 我依止的善知识 是真的 还是假的 是如法的 还是不如法的 你可以求地藏菩萨 也可以求观世音菩萨 真的 因为这个方法 师父也试过 所以天底下 不管南传北传 藏传 有很多修行人 但是也有很多 无名以徒佛 末法时代 挂羊头 卖狗肉的 父法外道 很多 非常多 而且信徒也很多 庙也很大 可是你一听就不是正法 你就觉得怪怪的 但是你说不出来 对不对 然后他又故意 限一些力量 要控制你 甚至宠下你 这样子 你可以求地藏菩萨 或观音菩萨 因为地藏菩萨 跟观音菩萨 大菩萨 他无我 他一定会让你看到 过去现在未来 你跟他的缘 而且他告诉你 现在的他是如法 还是不如法的 如果是不如法的 你有权利选择离开 你才不会列入 邪剑业王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很真心提醒你